原标题 徐达邦朱元璋夺得天下 战功赫赫 为何他儿子却会被剑文帝腰斩 泰国功臣 这一名号在今天看来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一名将领 能够陪着一位君主 或者说是未来的君主挣扎沙场 这本该是无上的荣幸 加上如果帮着打下这一片江山 那不仅帝王会把你世俗挤出 世人更是尊敬有加 但另一方面 开国功臣这四个字 更像是一根鱼子 有时会让帝王如梗在喉 功高盖主 怕是所有君主都恐惧的事情 在徐达身上 这把双刃剑算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徐达帮朱元璋夺得天下 功勋显著 他的儿子却直接被剑文帝腰斩 徐达的死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吃了鹅肉 据说 常年征战沙场的徐达在晚年患上了疮病 这种病说严重不严重 但是需要忌口 不能食用性热的食物 而朱元璋在明知徐达就病复发的情况下 赐给他鹅肉这样的大热之物 对徐达来说 就是明知眼前是剧毒还要吃下去 他知道这样的结果自己是逃不过了 便也认了命 不过徐达死后 他的子孙们却受着不错的待遇 明太祖追封徐达为中山王 并让他的子孙三代都可以嗜惜爵位 这样的赏赐对徐家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徐达一共有四个儿子 长子徐辉祖 次子徐英旭 三儿子徐天福和四儿子徐增寿 其中三儿子徐天福英年早逝 几只剩下三个孩子继承爵位 可这三个儿子之后的结局 却又是天壤之别 长子算是完全继承了父亲徐达的一波 成为了魏国公 次子也是指挥师 次儿子徐增寿更是官智左都督 这三个人在当时的朝堂里 也是被人们时常议论的 故事走向发生变化 是因为燕王与建文帝之间的较量 当时徐辉祖亲言建文帝说 燕王有朝一日必反无疑 他的弟弟们却持相反意见 而建文帝更多的倾向于燕王不会反 因此当燕王真的打入京师之时 建文帝追悔莫及 不过这其中最让他愤怒的 便是在这其中斡旋的徐增寿 说是卧权 不如说是向燕王投诚 是问哪一个君主会容忍自己的人 一心向着敌方 更别说徐增寿在这其中做的通风报信的是数不胜数 于是建文帝叫来徐增寿 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摊牌 然后提剑 手起刀落 徐增寿就这样死在了建文帝的剑下 徐增寿做了那么多 燕王心中还是有数的 在燕王势头正猛的时候 他追封徐增寿为定国公 尽管也算是一种加官进爵 但对于他的父亲徐达来说 这样卖主求荣得来的爵位 怕是入不了他老人家的眼吧 今天的人都戏称富不过三代 看来不管在什么时候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 一切都是势在人为罢了 尽管作为建文帝的重要救部 燕王想要收拾徐辉足 但他也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 而不会认同弟弟徐增寿 参考资料 明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使用转责任务